秀林鄉三站路往前走進一公里路程 可以看到路面灘坊 天鵝台風外圍環流帶來豐沛雨量 23號傍晚間接性雨勢 造成山坡土石大面積崩落 還好路上沒有行人經過 目前先鋒路處理 這幾天因為下雨 清了以後會不會再落石很難講 那現在先封閉這一條道路 今天晚上沒有什麼下大雨的話 應該明天早上馬上來處理 讓這一條路能夠盡快的暢通 黨的居民表示 正面山坡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土石崩落 擔心下次好雨又會再度發生 要求相關單位要重視處理 希望相關總能夠趕快把風口線拉起來 這樣兩方的兩個車道這部分 撞色這樣的一個扭得去護來 商場李春風表示 這條路段原本就土質鬆軟 未來會加強邊坡強固工程 保障用路人安全 記者綜合報導 仔細用理按燈 P